你领带来了 驴 安心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再不来的话 这顶绿帽子可就汗死在我头上 对吧 行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呀 安心 你不要再错怪月哥哥了 没跟你说话 你要怪就怪我 你别说了 海力 送顾小姐下楼 顾小姐 请 等等 你的吧 你喜欢啊 你喜欢我送给你啊 手机可以送 男朋友不能送 这个道理你明白吧 当然 你拿回去用吧 我自己手机用得特别顺手 以后我们各自管好自己的东西 明白吗 那我先走了 再见 这真的是个误会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是吗 他刚才要走 然后摔了一脚 就有刚刚那个画面了 那这个顾小姐可真是会摔呀 你知道的 我 不要把我的手 放在那个唇印上 烫手 你干什么呀 莫把衣服换了 免得你看得心烦啊 你是铁憨憨吗 你在办公室脱衣服 别人看到以为 那我一会儿再换 那我一会儿再换 这样挺好的 老婆 最近很辛苦吧 对不起 都没有办法帮你 请安心吧 林先生 哥 你怎么还能回去啊 这不是发生这件事 我不太放心了 下来接你一下 你放心吧 我跟这边的报案都说过了 这两天他们会来加强巡逢 你放心吧 真的不是什么大事 怎么能不是什么大事呢 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 做了个噩梦 明明自己怕得要死 然后还要紧牙关不出声 就怕打扰到别人 还有印象没有 哥 你放心吧 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 而且我也不是才八岁了 我能保护好自己的 你跟优优优惠了 你忘了 你忘了 你还不赶紧去 你却来 你弄我杀了我的 快 快快快 那你快点上去吧 嗯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安神 你没事儿 你找人帅做什么都对 没 来 我就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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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你走 总裁即将订工 真的吗 林月这个 对不起 林月 我今天不能陪你看电影 我一定要去找林月 为你清楚 不想 我跟你一起去 丑责 林月你 你给我出来 你们俩我先出去吧 好 我们走 林月 你跟馨儿的肺闷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是 无中生有 是无中生有 还是欲改弥障 你自己很清楚吧 没有不透风的枪 而真的什么都没有 新闻是哪儿来的 哪里来的新闻 其实也不是新闻 八卦 现在是你们最需要 我们顾家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 你们会先利用安心 然后又利用我们家心安 你 顾严生 我特别好奇 你为什么总是 盯着我不放的 我为什么盯着你不放 你林总 杀法果掘 做事不择手段的 这个行业里 你怕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吧 你说得没错 我是杀法果掘 但没有不择手段 要说不择手段 还得是你家顾老爷子吧 我不需要靠别人 我不需要靠别人 也不用你费心 安生 要听他这么说 我们是不是误会他的呀 你给我听啊 你跟希儿的关系 在外人眼里 永远是不清不楚的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 就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 但你想想安心 对安心来说这就是伤害 如果你不能好好保护他 我会的 顾二手 你只是安心的哥哥 你凭什么替我来保护 我的女朋友 你再让他受伤一次 我会把他抢回来 那你就试试有没有这个本事吧 你们俩军事在干什么呀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话说清楚就算了 安生 都解释清楚了我走了 安生 你只能阳 م 你只能阳iana 所以你这人都看了 你都看了 你每天都看了 你已经看了 你还没人 我还没人 你还没人 你还没人 我还没人 你还没人 是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喜欢的人是安兴吗 我 不管你喜欢的人是谁 反正我喜欢的人是你 悠悠 对不起啊 我一直以为 这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呀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收拾来以后 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不是吗 那 你 你上车吧 我 我送你回去 你不了 我自己能回去 一个人回去 不太安全吧 我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别了 你对我一个单身的小姑娘这么好 我会误会的 你快回去吧 安心看了报道 还不知道要怎么想的 你回去陪陪她 那 那我先回去了 你到家之后给我个消息 嗯 我一直以为你回来了 我一直以为你回来了 我一直以为你ills 我 我都挂了 你干吗 最要打 最要打 什么 手机没电了 从车 你手机没电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难受呢 什么 什么机没灰 还在忙吗 记得吃饭呀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是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事啊 就是想来看看 你这地方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让月哥哥流连忘返吗 看来是我想太多了 你这里除了一股裙子味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能她只是 一时之间觉得新鲜了吧 话说得这么难听 你还是那个有礼貌的顾小姐吗 不过也对 你本来就是这么一个 嫉妒又无可奈何的人 嫉妒 我嫉妒你什么呀 我嫉妒你 见不得人的身份 请你出去 你凭什么让我出去呢 凭什么 凭我是这家的主人 我就有权利让你出去 主人 谁是这儿的主人 还两说呢吧 我记得这个房子 是月哥哥租给你的吧 不过也对 你就是这么爱凡客为主 我告诉你啊 这个房子的确是林月买的 不过我有按法律 每个月交房租 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我的 我有权利让你出去 这么遵纪守法的人 怎么会因为故意伤人 而被学校除名呢 跟你没关系 你这么牙尖利嘴的 月哥哥知道吗 你的月哥哥 就是喜欢我这么牙尖利嘴的 不像你 当着一面背着一面 就挺虚伪的 喜欢有什么用呢 你的感情对他来说 有什么价值呢 他现在出了事 你能凭着这份喜欢 帮助到他吗 你的喜欢对他来说 就是一种累赘 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也都是因为你 才白白断送掉的 你什么意思 这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本来就是月哥哥的 为什么在他出了事故以后 就突然不是了 你没有想过原因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都这样的你还不知道 你以为他跟你 在世外桃源浓情蜜意 谈恋爱就不需要付出 一点代价吗 就是因为他被你的琐事 绊住了脚 惹怒了林伯伯 才失去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 马上我和林玉的传门 你都看到了吧 那是假的 我相信他 真的 假的 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的是 我才是唯一能够帮助林玥的人 这一点你心知肚明不是吗 没错 他现在心里只有你 所以一直不肯接受我的帮助 可是你知不知道 林玥把宁月建立成 今天这个样子 他花了多少心血 宁月有多强大 林玥在林氏集团的地位 就有多高 宁月一旦垮了 人人都会嘲笑他 他又会从高处跌落到谷底 成为那个人人口中 只会靠着父亲的养子 你难道就忍心看着他这么骄傲的一个人为了你 放弃这一切吗 就算我离开了 林玥他会选择你吗 他选不选择我根本不重要 就算是你能离开 春月的生意没离开 新儿 别说了 怎么了 葛 不想来插一套 有什么事情我回家说 回家 你还知道哪个才是你的家吗 别闹了 过几天就回去了 哥 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给我带一份回来 你个性欲 只有这个外来的力量 行 你和安心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和别人一样的东西 我不要 安心 你还好吗 我没事 哥 你回去吧 明明就很伤心 什么时候开始 跟我也要逞强了 离开咋吧 我不忍心你一个人 承受这些伤害 为什么你总是要让我 离开我爱的人呢 我 不想给你幸福吗 我就是担心你 没事的 哥 不用担心 网上的事情都是假的 我也不会相信的 你回去早点休息啊 我也累了 晚安 就算你不需要我 我也会一直在 你 就算你不需要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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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会儿吃 晚安我来找你 你乖乖的 等我 是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我需要代驾 地点在素贺酒吧门口 欣儿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是啊 你是来晚了 不过我已经叫了代驾 是那个宽角代驾最大 你怎么知道 我刚给他送了代驾费 欣儿 我可以上车吗 上来吧 你看上去 怎么有心事啊 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了 不愿意说算了 欣儿 你真的准备跟我二哥联姻吗 你既然都知道了 为什么还要拉 所以是真的吗 确实是准备联姻啊 确实是准备联姻啊 对我 你连撒谎都不愿意 但是我得拒绝了 我本来相信这个名头 让爸爸暂时放过女尾 可是悦哥哥怎么都不愿意 总是被人拒绝 真是很丢脸 小沈 对不起 我只是为你这样的不值得 我没关系了 好了 好了 我们别去想那些烦心事了 你还欠我一次约会 现在不给我吧 好 我一直都想 想着如果有一天 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 看一场露天电影 我一直都想 不知道我用没有这个荣幸 可以成为实现你这个愿望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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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夏儿 你随时回头 我躲在你身旁 aux质 丁总 我们的声明发出之后 并没有受到 很积极的受众反馈 法国那边呢 大概也是听到了 一些风吹草动吧 暂时也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是不是 顾元朝 这次真的舍得下学本 林总 顾元朝 他得知道我们的筹码 才能跟对方谈条件 但是我们都合作方 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并且 那几个品牌也没有官宣 他是怎么知道消息的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 您的意思是 我们公司有内鬼 有人要吃辣味饱宅饭吗 你来啦 给你留了一份 谢谢 那我先走了 这是我自己做的 做好久 只学到了我的两成功力 那你就别吃了呗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那我喂你 也不是不行 好吧 我喂你啊 好 站大一点 笨蛋 我怀疑你是故意的 你就是想淹死我 然后继承我的花呗 你要喝吗 这个是你喜欢的味道 待会儿 其实呢 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 最近网上 会有很多胡说八道的事情 是关于我跟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在乱谈混迹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不练就一双 火眼金睛啊 这些讨流量讨狗血的爆炸小新闻 怎么可能骗得过我 我不是怕你受委屈吗 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不会委屈 反而是你啊 最近这么累 还不停地加班 所谓劳逸结合干活不累 你想不想要翘个班 我们出去放松一下 去哪儿啊 去了就知道 你刚在下面说你不恐高的 对啊 对啊 我不恐高 那你要是不恐高的话就好 做二十分钟摩天冷 也不是什么大事 撞得疼了 痛不痛 你要怕的话你拉住我 你要怕的话你拉住我 你看着我眼睛 有安心点吗 我不在你身边你可怎么办啊 哎 李渊 我听别人说 这个摩天轮到最高顶的时候 许愿王就会一定成功 许愿王就会一定成功 那都是骗小孩的 笨蛋 你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替你跑了 那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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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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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去吧 待会有人看呢 那整栋楼都是我的 她们敢说什么呀 幼稚鬼 那我走了 走了 李宗 我走了 舍不得我 忘记个事情 什么事情 你把支付宝账号发给我呗 你一直欠着我不好吗 你就发给我 我一点一点还 好 是我的手续号码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董事长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私底下叫爸就行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 你是不是打算等到牛尾 宣布破产以后再告诉我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会处理好的 你会处理好的 你一转眼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说你现在做事 怎么还跟你那会儿 八岁的时候一模一样 你看见我必须金刚没 没 没有 你藏什么 没什么 还不就一个破陀螺吗 你赌什么赌 装我做一样 我警告你 千万不要告诉爸妈 否则要你好看 你怎么办 多吃点肉啊 孙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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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任何困难 从不想任何人求助 不需要你爸爸的帮忙 孙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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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确实亏欠你很多 但是你得给爸爸一个机会 来做出弥补啊 爸 我已经不是八岁时候那个我了 我现在遇到困难会自己解决 好 我们始终是一家人 家人是用来相互依靠的 等你想通了 你再来找我 来 来了 刚好最后一个菜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吗 这么多年来都是我给你做饭 今天你亲自下厨请我吃饭 我这不是让你好好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天才厨师吗 绝了 这是什么 废纸而已 我就说嘛 我妹还是我妹 并不是突然变成了什么 天罗姑娘 我这是下血本了 给你准备这么多菜 想让你好好补补身体的 你吃这个 这是我炒的 这就太好吃了 你就炒这么一小盘 你不抠死你 你别跟我抢了 你吃猪蹄 喝喝 你吃别准备咪 我不 Sah这 我们的条件 请大家再继续考虑 明白了 谢谢 林总 日本这次的条件 实在是太苛刻了 您如果按照 他们说得来的话 我们将会血本无归 毫无利益可言 趁火打结 不趁现在更大合适 那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还没有想好 我还是第一次 听到您说这种话 安心常说 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办法 就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把这些念头都清空掉 也许会有新的惊喜出现 我下去走走 好 那我在公司等您 您随时安排 您好 您好 用一杯热美食 热美食是吧 稍等 小伙子 现在盛举兰做活动 给你女朋友带一套吧 不用了 真的很好用的 你看我现在脸上 皮肤之所以这么好 都是用了盛举兰的水乳 你用三百块钱 就可以买到两千块钱 产品的效果 真的很划算的 欢迎下次光临 等等 别动 你带我东西干什么 你都用完了 你不容掉吗 用完了 你没看到里面还有这么多 这指甲盖这么点也值得你这么操心啊 这指甲盖这么点也值得你这么操心啊 我说你啊 是真不知道柴米贵 这个又好用 而且是巨难买 当然要什么用啊 这么一点也能用好久 这什么牌子啊 我都没见过 PK2你知道吧 那上面不是写这KAI吗 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小牌子叫KAI 它呢 就是能够做PK2的评价替代 这都是商家的宣传手段 难不成你真的相信三万块钱 能够买到三千块钱的质量 我当然相信啦 这是我自己做攻略海淘上来的 这是评价中的战斗机 海淘 像我们这种秃头的贫困女孩 我怎么可能买得起PK2啊 那就只能去找一些 能够代替PK2的一些评价的化妆品吧 反正都差不多 马上连接商推步 召开会议 林总 按照您的吩咐 已经汇总了近期年 抢占大盘诸多市场的评价提点 您有什么好 开始吧 我需要在一个小时之内 和所有品牌商达成合作 宣传部门要做好随时更新物料的准备 明白 好 留下吧 你好 林总 这是我烈恨 新级的新级 顾董事长 您这次举办的购物狂欢庆 是不是专门针对新级的呢 这次狂欢庆 我们筹备很久了 只是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我们固事集团 把未来的发展中心 放在了电商领域 而牛卫是电商圈的后起之秀 所以两家的活动内容有相似之处 完全正常 根本不存在争论的数据 可是传闻说 您网站上上线的品牌 都是之前跟牛卫台奥合作的商家 只是半路被您捷虎过来的 对此您又做个回答 你自己不也说了吗 都是传言 众所周知 我们固事集团 无论是在市场的影响力 还是综合实力上 都是牛卫所无法比拟的 这一点 明年人心里都有数 而且品牌商 在选择合作平台的时候 难免会有多方接下的情况发生 然后则良木而起 这使市场规律使然 咋能算是截虎呢 我去找你 以后这驾驶车 别让他进来 试试的办法 郭总长长 您对牛卫的丢包事件怎么看呢 这件事情 目前还没有实际的证据 能够证明牛卫技术出了问题 请各位记者 还是秉承着理智的状态 去报道 别说了 这种情况 你还替他打干场 爸 当然了 年轻人吧 因为急功近利 犯些低级错误 也在所难免 这一点 我们不好多做评价 可是现在网上有人指控说 丢包事件是故事集团的恶意炒作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一派胡言 我顾元朝驰骋商场几十年 向来光明磊落 我会做那种事吗 牛卫已经报出了视频 据说这次的事件 是您故事集团的成员所为 快走 牛卫接受采访了 你怎么办 这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还是没处理干净 董事长 这绝不可冒 爸 对不起 董事长 我们的鞋也在那小子手里了 接下来就 不知道他会出什么泥吧 怎么了 爸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去给我倒杯水 这就是我要和您谈的生意 补计家务流仓 这是一个可以改变行业的事业 更是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时机 投资宁为五个亿 您就可以在未来十年之内 想要对凌霄的使用权 程彰 不过你要记住啊 我之所以愿意投资 你这个潜力项目 那是因为 你是我林田的儿子 谢谢爸 好好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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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传言与宁卫合作的品牌商 现在都去了故事集团 您这次官宣的品牌又都是中端品牌 与之前零食集团宣传的高奢部署 这是受到了故事集团的冲击吗 没有人能够影响宁卫的决策 这次的引进完全是基于 当前消费趋势所做出的选择 开启下沉市场 也是未来牛尾的一大重要战略总项 请问您就今天官博爆料的 《太鸟一战丢包事件的真相》 这视频有什么要说的吗 官博的行为 是在您的授权下进行爆料的吗 是谁为了一己私利 利用网民和买赞的信任 来搅担市场 很快就会有答案 既然大家都问到了 那我就顺便宣布一下 我们与公安部门的合作计划 为了更好的服务宁卫的消费者 牛尾其他的快递柜监控系统将会升级 并与社区监控系统连网 为大家提供安全化的 免费的社区监控 您之所以选择今天公布视频 一纸故事集团 是为了要打压对方的 还完庆活动吗 没错 你很懂 但提不上什么打压 不只是想还各位一个真相 那么牛尾接下来 还会和故事集团合作吗 您手头上还有什么 其他的爆料吗 请您回答一下 不好意思 请您回答一下 我们现在有这个爆料吗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来的团队还是什么 请来证实回答一下 请假的 请您回答一下 公司回答一下 反正方向 请您回答一下 公司回答一下 公司回答一下 反正方向 请回答一下 请回答一下 周年轻的宣传物料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月哥哥 你找我什么事 我又不是什么杀伤力武器 你不用每次看到我都躲着我吧 只是想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你和我爸爸的事情 我很抱歉 该道歉的人不应该是你 你我都知道 驿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技术漏洞 该道歉的人 是在背后不怀好意的人 这件事情是我爸爸做错了 能不能放故事一马 抱歉 按时间来算的话 现在法院的传票 已经到顾董事长手上了 传票 月哥哥 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 这个应该顾小姐 去问顾董事长吧 对不起 今天打扰您了 让法官那边随时准备跟进 好 对于顾氏集团恶意重伤纽卫 并造成其名誉受损的事情 纽卫已经提出了上诉 该公司要求顾氏给予公开道歉 以及相关赔款 令人惊讶的是 纽卫要求的赔偿金 不过是区区亿元人民币 顾小姐还好吗 事情报告之后 顾小姐一直在家里 据说顾小姐亲地找回林月总求情 但林月总一直没有改变主意 现在估计顾小姐心情不适合 我二哥怎么能这样 林总 您去哪儿啊 现在顾家真的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呢 您现在过去 这不是往前口那儿撞吗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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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去哪儿呢 你这张图去 你看这张图去 这张图去 你哪儿媒体的呀 先来后到知道吗 你后边排队去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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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伯达哥 这么多人围堵在这干吗呢 当然是在蹲 顾元朝最新道歉声明 这老牌企业 跟一个后期新秀道歉 这肯定是一个爆炸性新闻 况且 这顾佳还有一个网红顾小姐呢 网友们 都一直关注她的动态 毕竟啊 她不是跟那个妞喂 有点什么吗 是吧 不是 你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 我跟你说啊 做我们这行的得眼观四方 这些小八卦 你也得关注知道吗 行了 你一边玩去吧 要学啊 找你师傅去 谁呀 看了谁啊 我来接你 欣儿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来接你 来 小心点 不好意思啊 这都被你看见了 放心 我一定会 不过小时候你是为了逃课 才爬墙 今天怎么了 还穿这么美 我什么时候 欣儿姐姐 你小点声 人都被你喊过来了 今天事就当没看见 听到没 不然我 红你好看 你怎么家这儿 我家等我哥他们下课呢 行 那一点吧 我先走了啊 好 拜拜 这么小的事情你都还记得 对我而言 你哪件事就像是 我舅舅想找个地方 可以进一进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 不是待在家里避嫌 会好一点吗 你去不去啊 不去我走了 我的公主 请 否则 快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林总 怎么了 安心小姐不见了 不见了 她家找过了吗 都找过了 让一下 让一下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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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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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安生 郭安生你在家吗 郭安生出来 快快快 林少爷 你是来炫耀的吗 方母 我来找郭安生 安生不在 以后也请你 不要到我们家来了 顾家不欢迎 郭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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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去哪儿吗 我问你安心哪 你觉得 我还会给你在 商海的机会吗 你说什么罪话呢 你还不明白吗 你还不明白吗 安心是被你逼走的 你 你逼走 你是不是 有什么事情想跟郭安生说呀 没有啊 我能有什么要说的 你已禁告 第七一九零次 连网金核证 你要走 你要走 是因为领域吗 我 我跟她的相遇 原本就是一场意外 你 你 您老实地告诉我 你该不会是什么 通缉犯 黑社会 违法乱记 然后躲在我家 怕别人发现你 不再也不敢 你走了 你听到了没啊 听到了啊 我本来想 如果她一直留在我身边 其实也挺开心的 遗憾 嗯 对 只好 张晓晓 你 那边 我们 太好了 那我 你不找到了 我 你不找到了 妈妈妈 有了 就她 我 你们 与我一个人的小霸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 我们根本不会有矫情 她现在出了事 你能凭着这份喜欢帮助到她吗 你的喜欢对她来说 就是一种累赘 星儿说的话或许是对的 我对于她来说 也许是个负担吧 所以 那也我想你暂时离开这里 也许到了该放手的时候 安心 喂 悠悠 喂 安心 你快看个微博吧 上面都说牛尾公司危机 林悦都急劳趁机进医院了 你没有收到消息吗 我知道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哥 林悦她好像不太舒服去医院了 我要去看看她 我先走了 可以幫我 所以不管这个人伤害你多少次 只要她需要你 你就会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是吗 不是的 哥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也需要你 老爷 我知道 对你来说我一直是哥哥 但哥哥这个身份 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 我没你想得那么坚强 我没你想得那么勇敢 我也会不知所措 我也会害怕 我也会受伤 可是只要我知道你在我身后 只要我知道你还需要我 我就什么都能做 保护你 对你好 看你笑 对我来说是本能一样 可我现在只能看着你 可我现在只能看着你 因为另外一个人数上去 什么都做不了 叹息 我可以守护你一辈子的 不要再去找他了 我们一起离开这儿 好吗 对不起啊 哥 我现在有点懵 我们都冷静一下吧 我走了 还有我 那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阿玉玥 我听别人说 这个摩天伦到最高顶的时候 许愿王就会一定成功 我们许愿吧 那都是骗小孩的 笨蛋 你这个时候呢 你就应该听女朋友的 那好 希望安心 永远健康快乐 希望安心 希望安心 无忧无虑 希望她能一直坚持自己热爱的事业 希望我可以永远保护她 不被伤害 希望我们 携手走过漫长的四季 一辈子都不要分开 我们的选择 在哪里 有什么时候 那是哪Ser 那是哪里 那是哪里 也就是哪里 那是哪里 那是哪里 哪里 那是哪里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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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消息了吧 抱歉 林总 还没有 喝一口吧 人不是还没找到吗 你现在不吃不喝 到时候人找到了 你饿死了病死了 安心不得伤心难过呀 这才对嘛 按时吃饭 按时睡觉 才能活着等到安心回来 Aerial 。 完全是 小 小的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妈妈 你在干什么呢 我给你摘个月亮好不好 妈妈 你明明是摘不了的 摘得了 相信妈妈 我摘给你看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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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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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